二審為事後審 三審為嚴格法律審 其來有志 為了強化該決議的效力 司法院大法官4至530號解釋 予以背書 卻衍生該號解釋 有沒有侵犯立法權的爭議 以至於最高審判機關組織 及訴訟制度的改進 遲遲未能完成 個人以為只有早日建立金字塔訴訟及人事制度 才能有效運用有限的司法資源 並樹立司法在人民的信心 所以不論由530號解釋存在 政府本應排除萬難 早日建過金字塔訴訟制度及人事制度 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由於早年司法請偷關說嚴重 為了渡劫此一現象 最高法院從40年間開始實施 我國首創的保密分案制度 據說有院長表示 連他本人都不知道法官手上有什麼案件 他人自然無從對法官官收案件 這樣的制度在創設之初 固然不是毫無可取 但他確實會妨害核議制的功能 降低院長對法官行政監督的可能性 也給予最高法院不行延遲辯論的合理藉口 應該不是好的制度 早該匯除 四年前最高法院回應多數人民的要求 廢阻保密分案制度之後 並未發生有人援手擔心 官縮請脫情勢 會死灰忽然的情形 而合議功能也較以往 現前許多 另外 最高法院為了回應外界有關言之辯論太少的批評 民刑事庭會議也在近日分別訂定了延遲辯論要點 以為適用的準據 今年間民刑事庭已有事件 刑事庭也有兩件案件進行延遲辯論 日後最高法院的延遲辯論 渴望不再被批評為如潭花一現 不過最高法院的延遲辯論 因不僅就個案的重要法律徵典進行辯論 也應該具有統一不同法律見解的功能 目前最高法院是經由民刑庭會議 來統一各庭間的不同見解 由於最高法院案件還多 法官收案時未必能發現相同或類似案件 已經存在的情形 在不知的情形下 裁判見解不同的情形難以避免 其次有人認為統一見解的時機是等到有兩個以上不同見解存在以後 才有提出來討論統一見解的必要 這對於已經存在不同見解所造成不公平的現象 已經難以謀求救濟 要改革此一缺失或因引進國外大法庭制度 經由大法庭延遲辯論程序 做成判決來統一各庭不同的法律見解 只有最高法律發揮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 才能發揮定分指針的作用 人民常常批評部分法官的法律見解 背離人民的法律情感 也是司法公信力不髒的重要原因 這部分恐怕不是最高法院發揮統一法律見解功能就能解決 讓人民參與審判 是一般法治國家的潮流 司法院之前想在無違憲疑慮情形下引進官審制 讓人民有參與審判的機會 但在此治下 人民對法官裁判只有表意權 沒有表決權 人民的法律情感難以注入法院裁判 反之 在參審制及陪審制 人民對於法院裁判有表決權 人民的法律情感 可注入法院裁判內 參審制或陪審制各有優缺點 我國要採取何種制度 可由司法國事會議討論出方向 作為立法的準據 個人認為參審制 如果司法國事會議決定採行陪審制 並且一步到位 個人也於尊重 不適任法官的淘汰 應該經由淘汰機制 讓他退場 不帶多言 也是司法院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 不過吸引對的人來當法官 可能比淘汰不適任的法官來得重要 古人說 圖法不能以制行 再好的制度 總要對的人來執行 才能發揮預期的效果 法官是法律的代言人 要找到對的人來當法官 法律才能確實發揮定分子證的功能 如何找到對的人來當法官 在過去談的很多 有人提到是否要引起美國法學院制度 也就是有心從事法律實務工作的人 除了要完成一般大學學業以外 還要再完成法學院的教育 並且通過國家考試才可 法官則有以從事實務 或學術工作多年的人來領選 是否採取這個制度以及採取的程度 也有賴司法國事會議的討論及決定 不過現實的問題在於 怎麼樣的工作條件 才能吸引對的人來當法官 以目前實施的律師轉任法官的實施情形而言 現在法官的工作條件 對於許多口碑不錯 業務不差的律師 似乎沒有吸引力 目前法官法雖然也讓沒有活考資格的法學教授 可以轉任法官 但是也沒有吸引力 從而如果法官的工作條件 沒能改善想要完全改辦取材的方式 找到對的人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而要如何改善法官的工作條件 可能又回到是否要儘快建構金字塔訴訟制度 及人事制度 以及合理抑注司法資源的哪問題 這些都需要大願的支持才有實現的可能 最後我個人想回應一下黃國昌委員 在公聽會指出 個人在88年間提出我國有關制定 勞工訴訟程序法必要性的觀點 是否願加以推動的問題 個人過去在辦理勞工案件時 基本上認為勞工是弱勢者 因而會從有利勞工的角度 與立法精神來解釋或適用相關法律 也深感許多勞工是冗長的訴訟程序為位圖 而常不知道怎麼樣來主張自己的權利 因而感到我國有謊效他國立法力 針對勞工案件不同於一般案件的特性 制定勞工訴訟程序法的必要 這樣的觀點到現在為止並沒有改變 個人如果有信獲得大願肯定 必將努力來實現之群的理想 也希望大願能夠加以支持 由於時間關係 緊就相關重要集點提出檢要說明 請多多指教 謝謝 好 謝謝 蔡被提名人之說明 現在開始進行詢問 首先請黃委員國昌詢問 時間為15分鐘 謝謝院長 是不是有請副院長被提名人蔡總頓法官 請蔡被提名人 蔡總頓法官 請蔡被提名人 在法界我必須要說 與我接觸過的法官裡面 很有理想又願意堅持的法官 你是其中一個 謝謝 我對你個人在司法事務工作的努力 包括在推動很多改革上面的努力 我都是很肯定的 不過以下接下來的問題 基於立法委員的職責 我還是希望能夠盡到我應該盡得責任 第一個 我們大家都很關心司法改革 那未來您在立法院副院長的位置 對不起 在司法院副院長的位置 可能也要跟院長一起合作 2009年的時候 我相信你還記得 那個時候我任職中原院法律所 我為了要去評估 1999年全國司改會議 我們浩浩蕩蕩的開了一個那麼大的會議 做成了三十幾項的結論 過了十年以後 我們到底改變了什麼 我們到底改革了什麼 實行的成效是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開了一個 司法改革十週年的回顧與展望 那個時候我也有邀請您出席 第一個我想要先澄清的是說 因為在那次會議當中 您對於國民參選 事實上 這主要就是說 那我順道 有認為第二次會議 責任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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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您יבzi Thank you 像是肯定當中 下一個擔心的時候 你奔心導致 örşa 是不是能夠達到這樣願意透過陪審或參審來實施 是保留的態度 那麼因為個人的辦案經驗 很多當事人他到法院來作證 連作證履行國民的義務他都不願意 有時候甚至還要動用罰款他才願意來 那其餘這樣的一個情況 還有就是說感覺上我們的人民好像蠻重視相親的情誼 套一句有人說的就是說我們國人比較相怨 那麼基於這些幾點的這樣的一個觀察 個人認為說也許時機還沒有成熟 不過這幾年下來就是說很多人 社會老百姓或者包括立法委員律師界等等 對於所謂的恐龍啊奶嘴法官都有很多批評 那我想深自的一個緩醒 那如果說讓人民有機會進來了解法院的一個實際運作 那麼他也可以就是說以他的一個觀察和角度來參與審判 我相信對司法的透明度一定有幫忙 所以您現在是支持的嗎 所以您現在是支持的嗎 一定有幫忙 我們看到很多重要的結論 包括我們到今天還在談的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 當初翁月生當司法院院長的時候 我作為翁老師的學生 看他在推動改革的時候 所面臨到的內部阻力非常非常的大 我在旁邊看的都有一點餘心不忍 您可不可以承諾大家說 你接下來跟許中立老師 如果你們兩個都獲得立法院同意權行使通過 你們一定會帶著投康往前衝 完成人民對於司法改革的期待 我要的是這個清楚的承諾 我想應該不是一頂鋼盔啦 也許要待兩頂三頂也不一定 不過我想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 個人一定跟許被提名的努力 來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 因為您來自實務 每次要推動改革的時候 從實務界內部的阻力有多大 我相信您應該比我清楚 那接下來對於許中立老師而言 他接下來當院長 您當副院長 如何的讓我們實務界的法官 大家都能夠凝聚共識 一起努力的為人民的司法而努力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您來自實務 我相信實務界的法官對您很多有很敬重 所以你雖然只是擔任副院長 而不是院長的角色 但是在我眼中看來 你接下來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關鍵 在過去我所看到的司法院的一個結構 通常副院長是比較沒有聲音 那麼 那為什麼我會有很多問題 那理由器官 階級 大概在你們之間 有任務大法院長 你心臨好 那你心臨好 你心臨好 那你心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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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可以告訴委員的就是說 其實我跟最高法院幾位年輕的法官 在我所謂年輕是比我年輕一些 交談的時候 那麼似乎現在就是說 真的會排斥的並不多 有的人反而樂觀其成 因為他們也知道這樣子 整個來來回回去去 那也不是辦法 對 我跟被提名人分享個觀念 就是司法改革該推進的工作 我可以代表時代力量黨團在這邊承諾 我們在立法院一定全力支持 但是我希望 食物界不要再出現扯後腿的狀況 如果這樣的狀況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只是會讓人民心寒 對司法越來越沒有信心 第二個問題 在您擔任法官的生涯過程當中 有沒有人跟你關說過 有 什麼樣的人跟你關說 是上級審法院的法官 還是政治界來的人 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 我想第一件官說 可能回溯到民國74年間吧 那是一個檢方的主任檢察官來關說 那當然最後我當然也是 就是說蠻掙扎的一個狀況 那我也請教過 比我資深的法官 碰到說有類似情況 該怎麼辦 那資深的法官給我意見說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那麼不要說因為有人來講 你這個 你有沒有向你的上 你有沒有向那個時候司法院去舉發 或是向法務局舉發 這個主任檢察官進來跑來關說 我想在當時的混為 是沒有 但後來我是 是把他舉發 那後來 這個主任 也被撤職 所以 這個對我個人來說 是不愉快的經驗 不是啦 這個經驗 雖然對於你來講不愉快 但是對於很多人民來講 那是心中永遠的罪痛 如果有權有勢的人 可以去關說司法的話 公平正義如何維持 您接下來 可不可以承諾大家 在立法院裡面 在司法院裡面 成立一個機制 讓法官接受 任何人關說的時候 都不用害怕 主動的提出舉發 絕對不會有秋後算帳 一定保護那個法官到底 讓所有任何人 敢向我們的法官檢察官 關說的人 都有一個清楚的管道 可以申訴 您可不可以承諾做這件事 沒有問題 好 第二個 您剛剛提到 就有關於勞動訴訟 程序 在您今天的報告當中 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我看了非常的感動 因為 您曾經在民事法院當中 去處理勞工的爭議案件 您知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 如果有一百件 勞資爭議的話 如果有一百件 勞資爭議 有多少勞工選擇 連去法院都不敢 待在家裡面 抱著棉被哭 據我了解 大部分的勞工案件 不是在法院 我了解 您知不知道 去勞資爭議調解 如果不成立的話 因為調解要雙方合議嘛 雇主如果不同意的話 調解不成功的 有多少比例的案件 去法院訴訟 這部分我不清楚 這個部分 我跟蔡法官說明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在針對這件事情 進行實證研究 有超過六成以上 有超過六成以上的勞工 是調解不成立 連去法院都不敢去 法院的這一道高牆 對於弱勢的勞工 造成多大的阻礙 您大概也知道 就在你寫論文的那個時候 1990年代開始 台灣的勞工 已經開始要求 要設置勞動法院 我講的還不是勞動訴訟程序喔 是勞動法院 但是司法院永遠的答案是什麼 司法院說 你們案件量不夠多啦 設置獨立的勞動法院 不符合經濟成本的效益 我簡單的請教一下蔡法官 智慧財產權的案件量多 還是勞資訴訟的案件量多 這一部分我沒有確認 我也可以跟蔡法官講 勞工的案件喔 我現在即使先不考慮 我剛剛所講的那個高牆 對於勞工接近法院 接近正義的障礙 即使我們以現在的案件量來講 勞動訴訟的案件量是高過 智慧財產權法院的案件量 四到五倍以上 那你知道怎麼面對這些勞工說 智慧財產權 這一些關設到有錢人 大公司他們的保護 我們國家用這麼多的司法資源 給他一個 專屬審判權的法院去處理 但是面對勞動訴訟的時候 卻跟這些勞工講說 你們爭議不夠多啦 這個不值得幫你們設一個勞動法院 副院長你覺得這樣講的過去嗎 我想這一部分假設順利通過 我想我們會實際去了解比較 跟原意這個委員剛所提的一個意見 沒有這個事情 您今天願意很正面的回應 我事實上是很欣賞 但是您大概也知道 今天我們下個禮拜 如果同意權行使通過了以後 你也好 院長也好 再也不用 來立法院 再也不用來立法院 所以為什麼今天在這裡 我一定要你很清楚的承諾說 這絕對不是言義 你要全力的去推動 要不要設置獨立審判權的法院 我知道審判權的衝突在管轄上面 搞不好會浪費更多的時間 這個我都了解 但是最起碼就有關於針對勞資訴訟 能夠去設一個專屬的訴訟程序 讓勞工便於接近法院使用法院 要不然我們現在寫在紙上的那些勞動權益 根本就是廢止 那個實際上面是看得到吃不到 根本沒有辦法實現這些權力 副院長您可不可以再清楚的 跟全國勞工做出這個神聖的承諾 如果順利通過一定全力的努力來實現 好來 最後一個 您剛剛也提到最高法院延遲辯論的問題 相較於每年我們做出 我現在講的不是那種程序上面的事項 針對第二審的判決上訴到最高法院的 大概每年兩千六百件 我數字應該是沒有算錯啦 2003年的時候 我們針對於民事第三審上訴 立法者在這個立法院做了大規模的變革 但是我自己的研究顯示 2003年那次的修正 最高法院的法官的工作習慣 實際上面在處理案件的方法 一點影響都沒有 我就舉一個最基本的啦 您剛剛說今年有四件開延遲辯論嘛 民事訴訟法474條是規定 陰形延遲辯論 如不必要的話不再實現 那現在最高法院的法官 可以無視於立法者的誡命 把原則當例外 把例外當原則 這樣對嗎 過去在推動最高法院的改革 我們也是希望說最高法院都開延遲辯論 那我個人到最高法院工作的這一段時間 那麼也深深感受到 最高法院的案件量真的是很重 那如果說要真的照法律的規定 每一件都來辯論 那很可能最高法院 好 謝謝黃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 高度移用委員詢問時間為15分鐘 謝謝主席 有請蔡貝提名人蔡法官 請蔡貝提名人 蔡法官午安 本席其實這一陣子有詳願您提供的基本資料 以及您對於時代力量還有民間團體所提出來的回覆 對於蔡法官常年投入審判的實務經驗 本席是甚感欺佩 但是您在回覆民間監督大法官人選的聯盟 有關於原住民權益的問題時 當時是回答的是佔無法答覆 那我這裡也只好這樣解讀 你的答覆是要等到現在這個時候才要給本席回覆對不對 應該這麼說啦 應該這麼說啦 因為個人過去承辦的案件當中 並就是沒有特別去注意 本席其實也是有查閱說您過去審理的案子 這麼多年來似乎是跟原住民文化灌輸相關的案子幾乎是沒有 但是呢您現在的角色不一樣了 那基於就是這次審查的必要 我還是要針對這個人權保障 尤其是原住民權益 不管是狩獵 不管是相關的這個森林採集 文化的部分 還有就是參政權的這樣的相關的限制 就叫蔡法官 首先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 原住民在這個台灣這片土地上是一開始的主人 所以呢我們有文化的灌輸有規範 那這些文化的習慣跟規範 它其實是我們民族存序的基礎 本席這樣說明您認不認同 我先說一下我個人看到原住民文化的一個經驗 那個人曾經去紐西蘭或加拿大旅遊 那在旅遊當中也看到一些介紹 那麼在介紹當中了解到當地的國家 就是說對原住民的一個照度 那我相信蔡法官對於就是國外 就是紐西蘭不管是紐西蘭 跟其他國家有原住民族的這樣的一個國家 的這個相關的這樣的一個權利的保障 但是我們現在來反觀台灣 有關於就是原住民族的這樣文化灌輸 譬如說我們會狩獵 我想請問一下 狩獵是我們的文化灌輸 是我阿公 我阿公的阿公 阿公的阿公 都一直傳承下來的這樣的一個習慣 請問一下 我會狩獵 那我犯了什麼罪 因為我沒有辦這方面的一個直接的經驗 不過你提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認為如果是遵照原住民特有的一個文化 那麼而傳承下來的 在罪責的可責性我覺得應該要來加以檢討 那麼我想這原住民傳承下來的這樣的生活方式 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權嘛 那這個我們強調多元文化 那麼國家在制定法律的這個當中 應該考慮多元文化的一個特性來制定 那這樣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在參照就是 許志雄教授在回覆這個相關的問題的時候 提到一個集體權的概念 那麼聯合國原住民權力宣言第一條 也開宗民意指出原住民的集體權利 那回到我國的憲法 請問一下蔡法官 憲法徵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規定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您認為這裡提到的文化權是集體權還是個人權 我認為應該是集體權 你認為是集體權 那請問一下就是剛剛你說的必須檢討的 因此你會認為 現在目前在司法的實務上 所遇到就是族人一而再 再而三 譬如說從2003年的頭目蜂蜜事件 一直到2016年的這個撿石 同門部落撿石石頭被抓的事件 這些一再一再發生的這樣的一個 原住民族被抓然後被懲罰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否違背憲法尊重多元文化的意志 有沒有侵害原住民的集體權利 跟委員吧 因為我對委員提的這些事件 並沒有深入的去了解 所以不敢貿難的來答覆 我們就憲法徵修條文第10條第11項 請您做出這樣的一個解釋 像過去司法實務上 對於原住民這樣子 可能三個獵人就有一個獵人被抓的這種狀況 是否違背憲法尊重多元文化的意志呢 我想如果有類似案件進到大法官來審查的時候 我想就我個人來講 一定會參照這個基本法的一個精神 還有憲法的一個規定來做詮釋 是 那再來就是因為剛剛有提到 就是蔡法官有提到 就是像狩獵權這樣的一個文化權 它是屬於集體權的範疇 是否 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 那麼 那在相關法律被落實的時候 通常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它是以個人權力的方式呈現 缺乏集體權的這個文化規範 反而是被外界會認為說 這個是原住民本身的特權 所以呢 常常會有人說 為什麼原住民可以 別人不可以的這樣的誤解 也造成這樣的污名 那麼 請問一下 如果未來在這個這樣的一個狀況 原住民的權力的申請案件 就像剛剛蔡法官所提到的 您可不可以 像本席承諾 當你遇到這個原住民權力申請的事件的時候 您會注意就是這個是集體權的保障 應該會 好 謝謝蔡法官 那接下來我要針對就是有關於參政權的這個問題 因為近年來我們這個民主 越來越的蓬勃的發展 逐漸的開花 好 那現在也政黨輪替了 甚至國會這次政黨輪替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整個這個民主發展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進展 那麼在憲法上 國民主權的原則 民主的原則 公民的參政權已經得到保障 那請問一下蔡法官 參政權它是不是實施民主政治的基礎 基本權力的核心是不是該受到憲法的高度保障 應該 應該 好 那為什麼在現在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民主成果的狀況之下 卻有一群人在行使參政權的時候被隔離在外 可能蔡法官沒有辦法了解 那我簡單再問一下蔡法官一個問題就是 本席是阿美族原住民對不對 那假設我住在這裡 2020年的時候我想參加中正萬華區的這樣的一個區域立委的選舉 請問可不可以 因為法官大概不會去處理 我在普通法院不是行政法院 大概沒有機會處理到有關登記參選這樣的一個爭議 不過基本上我認為原住民 的一個參政權的保障 應該平等來對待 因此就是 您認為在2020年這個狀況的時候 本席想參加這個區域立委的選舉是可以的 這一點因為我沒有研究 所以不敢幫他 那我舉一個案例就是 過去曾經有發生一個案例 有一位阿美族人要登記區域立委 好像是在中部 但是因為中選會發現他有原住民身份 不准他登記參選 除非他註銷他的原住民身份 可以排除原住民成為選舉人或是被選舉人 請問一下選委會這樣的做法 有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在沒有法律明確的這樣的規定下 限制了原住民的參政權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問題 您突然這樣提出來 那我也沒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這一部分不敢冒冷的答覆 請報告委員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如果說以現在的狀況 今天我是因為 您認為 就是中選會認為說 我有原住民的身份 我不能選中正萬華的這樣的區域立委選舉 那我再舉一個案例 请问一下文鲁宾为什么可以选区立委 您知道文鲁宾是谁吗 不知道 他是一个外国人 他是一个外国人 后来规划成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为什么外国人可以选区立委 我是一个中华民国国民 从出生到现在是中华民国国民 但是我却因为有原住民的身份 我不能选区立委 基本上我想如果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是原住民的话 那在解释的法律精神 应该是要平等对待 是谢谢蔡法官 给这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回应 好那么我再继续接下来问 有关于这个原住民 可能大家都会听到就是 我们在这个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 有提到就是三地原住民三席 三地原住民的这个立法委员三席 平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员三席 那请问一下三地跟平地是什么意思 平良英讲我没有办法区分 我想这个可能是 我想那个法律上可能有它的一个界定 那你说我看到的这个原住民 是三地的或平地的 我无法区分 那你说空间身份权利 是不是主管机关他会根据相关的一个情况来做规划 那这一部分如果主管机关的一个规划跟设置 那违反平等原则的话 那我想也是应该要加以修正 就比如说现在地方制度法在57条规定 三地乡的乡长是以三地原住民为限 那我们已经被分成三地跟平地了 在选举的时候我举例大五乡隔了一条路 他只隔了一条路 刚好住在路的左边他是三地原住民 路的右边他是平地原住民 请问一下我们都是排湾族 为什么只有三地原住民的排湾族 可以选三地乡的乡长 我想还是老话 如果说有具体的个案 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平等对待的 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 因此你认为有违宪的疑虑吗 有这样的倾向 但是我不敢跟委员担保 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行政法规的规范 那如果说的确跟平等这样的一个机制有违 是值得来检讨 那感谢蔡法官 那我继续再询问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选制的一个谬误的问题 前一些阵子这个行政院 他对于平埔族群恢复族群身份定调 要定调成就是平埔族群证明的时候 他可以证明成平埔原住民 那么我们在这个参政权的考量底下 在征修条文的第四条 里面是规定三地原住民三席 平地原住民三席 这是立法委员的部分 那请问一下平埔原住民在哪里 假设这个未来通过的话 我不太了解委员的意思 平埔族群他们追求这个恢复族群身份 已经长达这么多年 在平地吗 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们因为身份的关系 被匡限我们的选举 只能在平地原住民的这样一个选区选举 跟三地原住民的选区选举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 这是一个空间的划分 但是现在变成我们的身份 因此呢 在原住民的身份法里面 他分了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现在假设我们未来平埔证明 要增加成平埔原住民 那他是不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平埔原住民的身份的参政权 我不知道主管机关做这样的区分 有他怎么样特殊考量 那如果说从平等权的一个观点来看 假设有这样的案子 我想我个人还是会从这样的角度 去切入来思考 非常感谢 基本上在联合国的原住民权力宣言有提到 就是原住民族享有自觉 根据这个权力 我们也有决定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未来我们的政府将平埔族群 他定义成平埔原住民的时候 不只是资源 可能会有 这一日就没有办法 好谢谢高路移用委员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 赖委员事保 詢問時間十五分鐘 主席藝術院長 各位先進 我們是不是請副院長的被提名人蔡法官蔡神醫生 好 請蔡被提名人 如果你大法官跟法官是不一樣的 大法官外界認為是憲法的捍衛者守護者 所以對憲法應該要非常了解 你有這個把握對不對 副院長 剛才我看你從開始我就看你在這裡報告 感覺就像法官的樣子 不敢 不苟言笑 表情不多 但是我希望等一下我的質詢 你能夠據實以答 評量性以答 因為你以後也沒有機會來這個地方 除非你再往上升了 不知道升到哪裡去了 那麼我們蔡英文總統說 他要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然後早上許中立 許教授 許院長提名人提到 他是贊成兩國論的 就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我請問你 你心目中認同的中華民國憲法 你是說從民國三十六年開始實現那個憲法 還是從中國國民黨那時候 等於中華民國從大陸撤退來台灣 一九四九年開始算 或者是從一九九六年我們推動總統直選 或者是一九九六年的修憲之後的中華民國 你心目中的中華民國憲法 你是想到哪裡 當然是民國三十六年的一個自憲當時的一個憲法 所以你的認同是從開始實現行憲之後的憲法 你要遵守吧 是 如果這樣子老實講 你的觀點是跟許中立院長不一樣的 來 如果這樣子 我就要提出來了 這個 我這四個字六個字 分個一個四個字一個六個字 就是現在的憲政的運作 我們原來的總統直選 請問 蔡法官 總統的直權 總統的直權有哪些 你應該很清楚吧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章規範總統的直權 講了總統是國家的元首 總統是三軍的統帥 總統如果五院之間有爭議的話 他去協調五院 總統徵修條款說 徵修條款的第二條裡面規範 總統可以主持國安會議 我們這個憲法定很清楚 其實我們過去從民國三十六年的開始 這部憲法是一個內閣制的精神 之所以後來總統有權利的是因為 一九九六年 在之前是因為臨時條款 在之後是因為修憲 就是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之後 大家認為我的選票基礎在這裡 當然要給總統權利 可是事實上大家都非常清楚 總統原來沒有權利的是因為 一個晚上那時候 李前總統李敦為前總統主導的 讓國安三法晚上打架打過的 所以總統帶有權利主持國安會議 才有這個權利 否則總統的權利就是根據憲法五十三條 行政院為全國最高行政機關 裡面後面講的行政院長就是全國最高行政所長 在行政權 在行政權 總統是沒有行政權的 對吧 這個你同意吧 到目前講法你都同意吧 按照憲法的精神 憲法的精神 憲法精神是這樣子吧 總統是沒有這個權利 但是呢 我們現在看現在總統怎麼運作了 總統拿一個決策協調會議 這個我要跟主席這個蘇院長報告啊 我是不知道你為什麼沒被邀請啊 那個重要的經濟會議 全國最高的民意代表的首長 民意機關的蘇法院這個這個蘇院長在這裡 他怎麼沒有被邀請 有不 啊 公立喔 這是很重要 啊陳舉的會議 陳舉也會議 敲毅也會議 我是替你叫不屈 叫取有 是不是 這個一來 然後你們的黨 立法民進執政黨的黨團 依然是總召去啊 院長不去啊 他說我要follow follow這個過去 馬英九總統說 不是啊 剛說一開始 也是立法院長去啊 後來因故沒有才換大黨邊去啊 那不是大黨邊啊 陳舉也去 邱毅人也去 蘇貞千不去 很奇怪 我們要替你叫取有 這麼重要的軍區會議 你怎麼可以不被邀請啊 我希望蔡總統也聽到這一句話 啊 是不是這樣 結果當然 雖然沒有去啦 但是我們知道 蘇嘉全院長啊 這個配合度百分之 一百一千啊 全力配合啦 事先 生先事主啊 總統要的法案 拼命給他過啦 這個我們都了解啦 這裡面 總統府裡面設施改會 這總統之前也沒有啊 也沒有啊 他還可以自己寫信給郭佑琦 對於三審定念的案子 說誤捨總統這樣子 大拉拉的干預司法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當這個軍機會議一開的時候 立法院 現在變強勢立法院 弱勢行政院 林權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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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權沒有 立法權 蘇嘉全不見了 只剩下柯建民 這個我不是挑撥蘇建民 這個柯建民跟這個蘇嘉全 蘇院長 不是這樣子 而是 這什麼意思 把立法權矮化了 把行政權矮化了 然後司法院 提名一個 許忠利 大家一直有連任再任的問題 許忠利自己都說 許忠利教授都說 他贊成 這個是憲 結果他今天也大拉拉的講說 總統府說沒有違憲 就沒有違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一個堂長馬上變成司法院長的 院長候選人 居然 違憲與否的主張 憲政層次的主張 要聽一個總統府 一個幕僚單位 一個行政單位 叫總統府 我是百事不得其解 腰感挺不直 為什麼司法院長不提你當司法院長 要提許忠利 你也夠格當司法院長 是不是 你也夠格 對不對 你拍小說 你點頭就好了 你看微笑點頭 我知道 你也夠格當院長 為什麼提他 因為 因為提名有爭議的人 以後就聽總統的 所以你看 立法權掌握了 他不派院長去 他派了這個 他找了這個大黨邊去 是不是 對不對 很清楚看得到 那你說總統最該總理 總統怎麼介入 突然底下的 全部只有考試沒有以來 大家都知道 考試院相對比較 沒有啦 我不是說不重要啦 這整個國家一座 這整個國家一座 我來聽我講話 我先講話 我先講話 你不用緊張 我讓你講話 就五院的院長 原來總統的設計是 我要司法改革 我透過提名司法院長 提名副院長 你們去推動 但是他不是 玩弄司法院 與股長之間 在總統府設一個司改委員會 然後行政立法 全部把它矮化 然後就是總統一個人貫徹 所以現在 我們 原來我都 喔 現在不是內閣制 也不是總統制 是一個雙雙王制 通通不對 現在這樣 大英帝王制 這個國家已經快變成大英帝國 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英國 不是大英國學 而是蔡英文的大英帝國 大英王朝啦 不要講帝國 還沒那麼偉大啦 大英王朝 這個叫大英王朝制 超級總統制 你權力再大 我也沒有關係 那就 請你來立法院 接受立委的炮轟 接受立委的監督 接受民意的看法 所以 我就具體請教你 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你就同意吧 不完全 什麼地方不同意 來講 基本上 看基本上 你同意的要命喔 一直點頭喔 我認識許中立大法官 在民國九十二年到 那個 他連累不講 我問你這個 我現在講這個制度 現在已經運作到 運作到 沒有彼此之間 運的check and balance 就總統在上面 等於古代的皇帝啊 最後司法 有罪無就是看他 只有 只見皇權 不見民權 我再講一遍喔 現在只見皇權 或者皇帝的皇 只見殷權 是 蔡英文的殷 權力的權 只見殷權 不見民權 不見民意 現在就這個樣子 所以我具體的問你 我不管你同不同意 你贊不贊成 我們這個憲法 修個憲法 改成那個字 或者是乾脆 乾脆 總統 修憲內閣制 或者修憲變成總統兼葛奎 你知道嗎 李前總統李登輝先生 你去問一下 他過去曾經講過一句話 他權力這麼大了 他說他這一輩子 他不知道用遺憾來是什麼 他覺得就是因為 沒有做到行政院長 他如果能夠做到行政院長 他的人生是complete 是super awesome 很好 對不對 所以請問你 同意不同意 現在的制度 現在制度叫做 有總統 有權 無責 而且是超級的權力 無責的超級大統統制 或者叫做 大英王朝制 個人的感覺 個人的感覺 募權的制度 似乎比較親像總統制的 這樣的味道 是啊 那我想就是說 委員剛剛提到說 這個有權無責 因為 從總統制應該有總統制 是總統應該要怎麼樣負責的一個機制 可是現行的一個架構 又是這個行政院長要負責 是啊 所以我們這樣的一個體制 的確是有點混亂 我覺得林權像小學復 是不是 他的管家而已啊 我個人也支持說 修憲 來把這些問題 修憲改成內閣制 同意吧 全者相符 更離譜的是什麼 更離譜的是 我們有個黨產會 在立法院通過 強勢通過 我們也只有重點 蘇院長可以作證 我們那天是 基本上來講 我們知道民意要處理黨產 我們順從民意 但是這是實質正義 不代表可以 程序不正義啊 顧立雄主導的黨產會 那個是東廠加西廠 你去查一查明朝的特務機構 就是說 東廠還有西廠啊 大家就有講到東廠 沒有想到西廠 還有一個什麼大什麼廠啊 三個廠 但是我們重點大家習慣講東廠 東廠加西廠的加強版嘛 他有什麼 司法權 有立法權 有監察權 有行政權 有扣押權 有追守權 一張支票 你的錢 你在存 你的存款 一百萬 你說 我蔡某人提出來 提出來 要把他提出來 欸欸欸欸 黨產會說 不是我那個錢 可能是國民黨的 不可以兌現 他又不是金管會 他又不是法院 而且又不是法院 質疑 這個 做法院 已經有佩服 來 要經過司法的程序對不對 我說你這句對不對 對啦 如果說 如果說這個 就民事的觀點來看 如果說你欠人家錢 他去扣壓當然就可以啊 你說這個錢不能用 我們有一個申報嘛 這個台上的 這個我們蘇主席很清楚啊 這裡面要經過一定程序 一定的時間 他先用了 以後一年以後追悔也可以啊 你急什麼呢 顧慮雄太急著要建功啦 太急著要表現啦 因為他有政治目的嘛 想要前台北市長啊 是不是 我請問你 如果監察院把他宣布 他是一個要糾正他賭職 監察認為是這樣是違法違憲 行政部門認為沒有 兩院之間有矛盾有衝突 那個蔡法官啊 根據大法官審理案件 第五之一之一啊 他是可以 監察院可以申請失憲 這點你同意吧 兩院之間中央 機關之間有不同的意見 他可以申請失憲 這個對吧 是啊 是嘛 所以 這個 這些 這個 我們講啦 這個要 提出這個 與其在旁邊一直講講講 不如循這條路 去找監察院 這個 左擺 我光臨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蔡貝提兵人 下一位我們請呂委員玉琳詢問時間15分鐘 準備在討論的選擇 請請跟蔡貝提兵人 動頭共傾 safety 注意直接在討論上 你做了多年的法官 很多事務的經驗 都非常的專業 所以本希想請教你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能不能 因為現行的檢警調查系統 跟法律都還沒有辦法 證明一個人有沒有罪 就馬上的設立一個新的法律 來設立由行政院派任的組織 專門調查這個人有沒有罪 可不可以 應該是要有依法設置的機關單位 所以是不可以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行法律檢警系統都有 是不是 我不知道委員您提的 我先就叫這個問題 你認為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我覺得是有問題 那再來我再請問 這個法律 剛剛我講的這個法律 它現在已經適用了 有假以兩位法人組織 由行政院派任的調查組織 主任委員就是以法人的成員 這樣子的調查 什麼事由求援兼裁判 因為 這個法律要調查的就是 這個假以兩方法人的組織 但是 派這個組織來調查的人 又是以方的 這個組織的代表人物 就是代表著求援兼裁判 是不是 委員您講的 不應該是假方和一方都有的 調查人員在內 迴避的問題 是不是 再來 您這麼有經驗的回答 在你的法律的專業素養下 你說都不可以 那我就要實際上舉例 如果說 現在法院 會不會對出這個人 提出來的收支表 支出比收入多 就推提說 這個人 你的財產 就是不當得利 而去裁定 要全數洞見 會不會因為這個原因 就這樣子做 委員提到的問題 我想 要看相關法律 所以需要避經過查證 對不對 才可以裁定 不能因為說 他的支出 比收入多 這樣子 他所有的財產 就是不當得利 所以 蔡法官 我以上所說的 這件事情 這個法律 就在我們台灣 現在就在 實行 他的名稱就叫做 政黨及其附水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的 處理條例 因為 這個條例的 第十八條 他規定 不當擔財委員會 是由行政院院長派任 那我們也在媒體上 都知道了 行政院派任的 就是 主委 顧立雄 顧立雄 主委 這個主委 他把所有的委員的名單 也送給了這位行政院長 還告訴行政院長 說 這行政院長有沒有問題 院長都沒有問題耶 這種方式 表示說 顧立雄主委 完全是一手包辦 這個不當擔場的委員會 在這調查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迴避 我上相所舉例的三件事情 完全沒有迴避 就是求援兼裁判 所以 裁法官 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委員提到的 這樣的一個個案 比較具體 那也有可能進入到 這個大法官會議 所以 因為要公平審議 審查 你必須要回避 對不對 對 根據 這個 法官倫理的一個規範 那麼 法官對於 即將進來的一個案件 或者正在審理 已經進到 這個單位的一個案件 要 要這個 避免 公開的評論 所以 很抱歉 委員 這個沒有辦法 給你正面的回覆 我今天問您的都是法律的專業 合理合法的原則之下 所以 這一件事情我們看到的 要審查的 是不當黨產 對每一個黨的黨產 都要去調查審查 但是 孤立同主委 本身 他是民進黨 他沒有迴避 反而主導 率先的 就調查了國民黨 而且 我們法律有 無罪推定的原則 所以候選人 你應該知道 也很熟悉的 就是 無法證明 在有罪的情況之下 是不能去凍結這個資金 除非你有最明確的證據 不然 你不能裁定凍結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 如果真的有這個 這個 案件進來 我個人一定會 本於個人的一個專業 大公無私 來處理這樣的一個案件 但是 基於職務的關係 所以您是同意 所以要用無罪推論 除非有充分的證據 才可以裁定 對不對 依照我們現行的法律 是這樣子的 是 所以 在這個 不當財產處理條例的 第五條 第一項 跟第九條 它是允許 在未調查 有不當的行為 不可以先推定 它是 財產的不當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以你的專業 它是不可以這樣推定 它就是不當 報告委員 沒有辦法來回應 讓我個人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但是 基於這個 倫理規範的一個要求 請包含 您是大法官 您怎麼要我包含你 您要公平公正 就法律很多該解釋的 你都很清楚的 來解釋清楚 所以這條法律 您看看 它完全 用行政權 去處理這個凍結 並沒有經過司法權的審查 直接 就寫一封公署的信函 凍結了人民團體的財產 這樣子就凍結了 這樣子 司法權無限放大 透脫了我們的司法權 行政權這麼大 變獨裁了耶 所以 我們是希望 大法官您要 就法 論法 才能夠 有公平的 告訴我們所有 國人 不要大家 在這個恐慌 而無法去遵循 我們現在的 憲法 對不對 對 包括委員 個人 辦理案件 從來不會去問 對方的 背景 或者 財力等等 基本上 一定是秉諸良心 公平來辦理案件 以後有機會 來 辦理 違憲 爭議的一個案件 也必然是同樣的一個態度 是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不要用行政權獨大 因為行政權往往都會變成說 是 行使為 人為因素 會很大 所以才經過司法權去把關去審查 這樣子才不會侵賴到人民的權利 不然的話 這個行政權 會變成無比大的怪獸 會侵犯我們個人 也不能用個案 剛剛 候選人講的 這個是個案 不可以用個案 你如果用個案 這個先例一開啊 後面一體適用啦 那後面 一再的就有這種情形 一再的發生 這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 所以 在這個法律 的規範之下 我想請問 蔡法官 您 看看我這樣陳述的過程給您聽 您也知道說不要為難您 但是我還是要問您 這個 這個 就有違憲的疑慮 你知不支持 要來釋憲 所以 國民黨 認為 是違憲 這個是重手皆知的 指示 義法 你看到了 我剛剛陳述了 這幾個論點 是不是違憲 就有違憲的疑慮啊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給你肯定的答覆 我現在也是請大法官來做解釋 您都沒辦法解釋嗎 沒有 因為不應該就個案來表達意見 對 不能用個案 要一體試用 所以要合理合法做個解釋 所以您支持釋憲 我認同 如果國民黨想要提 我想這個是任何百姓跟法人團體的一個權利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去限制它 謝謝 謝謝蔡法官 謝謝您的同意 接下來我要跟你談一下國家的體制 我想請教候選人 關於國家幾個體制的問題 有一種國家體制 國會的議員是由人民選出 行政的閣員是民選的國會議員擔任 行政內閣首長是由國會多數黨選擇產生 並向議會負責 請問這是什麼制度 您是指 您是在描述我們的一個現況嗎 不是 我問你這是什麼制度 以這樣子的選舉的那個制度之下 所產生的內閣制 這叫做內閣制 再來另外一種國家的體制 您聽好 行政權由人民選出 一人獨攬行政權力 並由人民選出的國會議員的立法權 實行監督 這是什麼制度 很抱歉沒聽清楚 我還叫你要聽清楚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總統制啊 是 是不是 是 是 再來我再問你最後一個 這個國家的制度 一樣有總統的民選 一樣有國會議員的民選 但是總統可以任命行政內閣的首長 讓行政內閣的首長執行行政的權利 接受國會的監督 請問這又是什麼制度 是不是類似雙球場的一個制度呢 這個是超級總統制 候選人 我會跟你就教這個幾個國家的體制 就是看到我們現在的體制 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行政權凌駕在立法 凌駕在司法上面 因為我們很多行政院的體系下 已經有很多的各院各部的一個單位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總統府 又自己各設的很多的委員會 這樣子的話行政權無限放大 本一行政權大了 有權無責 然後嘗到背後的這個長執人 這個怪獸 他為所欲為 變成一個獨裁 是我們現在很擔心的 所以現在 在我們總統府的體制之下 已經陸陸續續喔 設立的總統府及行政院 都已經成立了 新南向辦公室 年金改革會 還有體育發展委員會 司法改革辦公室 不當黨產委員會 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委員會 這些任務的編主 行政院的體系之下都有了 為什麼 為什麼 總統府下 又獨立設置這個委員會 這樣子 我們要聽誰的 哪邊是最後的決裁單位 你 你有什麼 看法呢 我想總統是民選 那麼他要回應民意的一個要求 那有時候在現有的一個機關 可能沒有辦法達成任務的時候 所以總統基於任務編主的一個需要 那麼來希望促成相關任務的一個完成 我個人是可以諒解啦 那剛才委員您提到說 好像體制很混亂啊 總統還要全力無限擴大 那這個有權無責 那我是覺得這樣的一個混亂情況 可能跟過去在修憲的時候 沒修好有關啊 如果說這個大院覺得應該要透過修憲的方式 一次來解決這樣的一個爭議跟問題 那個人也樂觀其成 所以這就是因為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蔡英文總統又是民進黨黨主席 這個黨義就是剛性的那個政黨 這樣子的執行下去的話 就完全會遵從著黨主席的那個政策去執行 讓我們整個行政院體系都要遵隨它 變成是行政院是總統府的附水組織了 這樣子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才請大法官您一定要阻止這個獨裁的事情發生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呂委員 謝謝蔡貝提兵人 下一位請林委員維州詢問時間為15分鐘 湯貝提兵人 請加入蔡貝提兵人 請加入蔡貝提兵人 請ölker salah 我看了您的資料 所以你主要在司法機關 從地院到高院到最高法院 都擔任過職務 目前的職務是 目前的職務 最高法院法官 是 所以你在法院審理案件 做判決各方面 應該很豐富的經驗 對 大概有幾年的經驗 從你擔任 擔任法官到現在 大概有幾年的經驗 33年 不過這當中有一年出國進修 然後八年 擔任行政職務 好 我今天主要要來 就叫你關於 跟你職務上非常有關的 關於死刑的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請問你支持廢死嗎 廢除死刑 這樣的概念嗎 應該這麼說 因為就 民間監督聯盟的一個問題 我的答覆是 有條件的支持 那我不認為說 死刑是違憲 但是 要完成相關的一個配套 比方說 這個假事的一個制度要檢討 那麼另外呢 為了國人的一個 心理安全的一個保障 可能也要 建立這個審查 沒有再犯之餘 這樣疑慮的一個機制 柏根委員 報告我個人 我個人 之前在高等法院刑事庭的時候 那麼就曾經把一個被告 從武器改判為死刑 因為他的這個情節 真的是滿嚴重 那那個案件更審了七次 但最後 這個更審七次 高院都一樣維持死刑的一個裁判 那最高環最後上訴駁回 好 下一頁 我國目前刑法 33條明文規定 關於主刑的種類 有幾種 包括死刑 在內 所以我們現有的法律 是有死刑這樣子的主刑的 對 是 我 民間監督聯盟給你們的題目 你們七位 這一次要行使同意前的七位到法官都有給他回答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 他們得出來的結論說 傾向都支持廢除死刑 七位都傾向這樣子的官員 好像有兩位沒有表示意見 沒有 兩位沒有表示意見 我認為啊 不應該表示意見 因為現在的法律 是有死刑的 好 下一頁 一般殺人罪 271條 這個你比我熟 可以判處死刑 也處無期徒刑 或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們現在假設一個狀況 就是有一個人犯了死刑罪 就是犯了這樣的罪行 那 法官 假法官 他支持廢死 就像很多大法官所表現出來的他的態度 所以 他在做判決的時候 死刑這個選項 可能就被他主觀的拿掉了 所以 當同樣一件殺人案件 同樣一件 我現在強調是同樣一件 同樣的嚴重的一件殺人案件 碰到假法官 他支持廢死 他這個三個選項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或死刑 他把死刑的選項拿走了 來做判決 另外一個 以法官 他遵守現在的法律 在這個三個選項當中 衡量他犯罪情結的嚴重與否 來判決 做出判決 最嚴重的判處死刑 最輕的 可能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你認為假法官做法比較對 還是以法官做法比較對 應該是以法官 這個很清楚 所以當大法官都在表態 說支持廢死的時候 會不會 因為你們的地位是這麼的從容 是司法界的領頭羊 在法界裡面 大家沾揚你們的見解 會不會造成影響 所有的法官 都把死刑這個選項拿走了 會不會這樣子 會不會產生這樣的效應 根據我個人的一個私下的接觸跟了解 目前多數的法官還是反對會除死刑 那當然有一些人的看法可能 就是說跟我接近 也不是說他一定說一定要判死刑 那我想基本上就是說要有配套 我認為 這個法官我們互相交換意見 司法人員尤其是法官 大法官也一樣 不應該表達 反對目前法律裡面已經規定的 立法的權利屬於立法院 是應該由立法院來討論 要不要修改這個法律 你們應該要遵行 現有的法律的規定 在這個範圍裡面去量刑 不是這樣嗎 應該 現在事實不是如此 你說應該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的 下一頁 那麼多的案件 再多嚴重 然後全民都認為 這個已經慘絕人寰 明滅人性的這些殺人案件 這幾件 沒有一件是判處死刑 所以我合理的懷疑 他們的意識形態 他們的個人信仰 已經把現有法律條文明文規定的 死刑這樣子的良刑 把他選項就拿掉了 我稱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隱性的違法 良刑裡面該有的最嚴重的良處死刑 輕的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自己因為信仰 因為意識形態 把這個明文規定的選項拿走了 這樣行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難怪社會上 會有這麼對司法官這麼不信任 這麼多恐龍法官的爭議 這些案件就是呈現這樣的結果 所以對於這樣的情形這樣的現象 你認為 你認為 在我們還沒廢除死刑之前 我們都會 糾結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法律 而不去 遵守執行 這就是混亂的來源嘛 不是嗎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法官針對個案所做的一個裁判 那麼基本上就是任何人都要加以尊重 哪怕是身為院長 我了解 甚至總統的人 因為我們這個就是法律的一個制度 那麼至於說法官基於個人的一個信仰 因為而不判死刑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 我是覺得應該要檢討 應該要檢討 那我個人的一個思考方向 也許針對這樣重大的一個案件 也許可以在最高法院 透過大法庭的一個模式 來解決類似這樣的一個爭議 我認為 我再強調一次 包括大法官 包括各級的法官 都不應該 來公開的 表達說對廢除死刑的明確的態度 不應該 現在的法律是規定這樣 你們的工作是按照這個法律 憑你們的良心做良處 裁罰量刑嗎 不是這樣嗎 我了解委員的意思 不過之所以針對這樣的議題來表達意見 因為這樣的一個有關會使反會使的爭議 已經非常的久了 非常的久 那就大法官的 過去的一個解釋的案例 基本上是認為不違憲 那就是說 這個社會的一個價值是會變遷的 那我想就是說 如果是具體的一個個案 我想是不應該來表達任何意見 但是如果是 一個提問牽涉到價值取向的問題 那基於尊重大院或者這個相關一些人的一個期待 那麼所以做適當的一個表達意見 不過委員的意思我完全尊重 我真的還是認為不恰當 對於法律的修改是立法院的職權 不是法官的職權 法官也只能遵照法律 執行法律 依照良心去做判決 對 大法官也是如此 你們針對釋憲的案子 也是按照現有的法律 憑你們對現有法律的了解 去做解釋吧 對 我想到一句話 許中立教授 關於他連任再任的問題 他提出了一句明言解釋 他認為他確信沒有違憲的問題 因為不得連任這四個字很清楚 跟再任不相同 他說解釋法令 要死於文意 也要忠於文意 很清楚嗎 你不能擴大解釋 也不能隱身解釋 不得連任 就是不得連任 針對連任 他的解釋是這樣 今天我們看到 271條的刑法 我們殺人罪裡面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無期徒刑 以及死刑 這個夠明確了吧 始於文意 忠於文意 我們的法官 很多法官 因為他個人的 對未來修法可能的結果 以及他的信仰 他的意識形態 不判死刑 這樣 這個跟許忠利教授講的 完全背道而辭 你要針對法律 法律那麼明文的規定 你就要按照情節的輕重去判決 不是嗎 所以我要再一次強調 我本人 對於未來 費死或是不費死 這件事情我是持開放的態度 是可以經過討論的 這也是立法院 要廣納民意 聽從時代的聲音 到最後提出修改法律 相關的提案 在這個之前 請司法機關 請我們大法官 請所有的各級法院的法官 就遵照現有的法律 來執行 來做判決 好不好 了解 謝謝 謝謝林委員 謝謝我們蔡貝提名人 下一位 我們請政委員天才 詢問時間15分鐘 請請 hypocrite 提及呢 有請秩序論 蔡法官好 委員好 恭喜你被提名了 司法院的大法官 定為副院長 我也益助 你會成為司法院的大法官 定為副院長 因為司法院長理民事刑事 行政訴訟的審判 以及公務員的懲戒 司法院又負責解釋憲法 統一解釋法律 所以 過去我對司法界的 在立法院質詢法務部 或者是司法院的相關人員 我都會勉勵他們 要行公益 行公益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那蔡法官 未來擔任大法官 也要 這個 執司司法院相關的這些應務 所以 希望你能夠 行公益 好憐憫 存謙卑的心 那你也會常常去 這個 到司法人員的相關的訓練 也希望你能夠 勉勵 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勉勵 謝謝 我們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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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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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的價值觀 價值觀是非常非常重要 還有國內外相關的 原住民族的法律法規 國內外相關的判決判例 這要讓法官 要能夠熟悉 其次就是 也應該去便宜 原住民族的法官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法官 能夠在原住民族專業法庭 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 現在正在推動參審制 剛才也聽到你 從你的過程的轉折 然後現在認為你可以支持參審制 參審制最需要的 就是在原住民族的專業法庭 因為基本上 法官都不是原住民 然後又不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 歷史傳統習慣 所以更需要優先實施參審制 所以在整個制度的設計 如果還有很多的遺利的時候 一般的法庭可以慢幾年 那原住民族如果這個法通過之後 原住民族的專業法庭 可以優先來實施 這個有關參審制的部分 可以請我們 了解熟悉原住民族傳統習俗 歷史文化價值觀的專家寫者 還有騎勞成為一個 來共同的參議審判 我們可以請大家 知道蔡法官的意見如何 完全同意 非常謝謝你 那我們接下來看 大法官主要的職責 就是解釋憲法 原住民族要申請釋憲 非常的困難 釋憲的途徑 我們在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的第五條有明定 就以立法院好了 立法院要有三分之一的立法委員 才能夠申請釋憲 憲法保障的原住民立法委員 只有六席 那一般的立委 是不是會支持我們去釋憲 有時候會涉及到 更多的一般人的潛意 就會有這個衝突 所以有它的一個困難 我舉幾個例子 也讓我們蔡法官過去 我看你從大概都是雲林後補法官之外 其他都在北部 比較幾乎沒有審理過我們原住民的案件 沒有嗎 沒有處理過 但是在苗栗跟新竹服務的期間 有到相關的地方去瞭解 我們看憲法第十五條 我現在讓你能夠多認識一下我們原住民族的一些困境 憲法第十五條 人民之財產權應以保障 你這個你很熟悉 你比較不熟悉的是 憲法徵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 國家應對原住民族的教育文化經濟土地 以保障輔助並促進發展 那我讓你瞭解一下我們土地的流失的狀況 日記時代日令1895年的日令26號令 官有林野及彰老製造業起地規則的第一點規定 無官方政績 沒有官方政績 我們原住民的土地當然沒有官方政績 無官方政績及山林原野之地氣 視為官有地 所以原住民族的土地全部都變為官有 臺灣省政府1947年 臺灣官府之後1947年 臺灣省土地全力清理法 清理辦法第八條規定 因前臺灣總督府就是日本 總督府 依據土地調查及林野調查清理之結果 因歸還之土地 蓋不發還 全部不還 那我再舉一個實際的條文 對原住民族不平等的法律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第三十七條 規定原住民保留地 必須先給我們耕作錢 地上錢五年 所以我們自己的土地 先給你地上錢耕作錢五年 才可以取得所有錢 好 我們看下一張 行政院維持 一直到現在一直維持 我在上一屆提的這個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三十七條的修正 要把這個五年刪除 行政院總是不同意 到現在還是不同意 立法委員也有不同意的 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依了土地法133條的第一項 荒地 荒地誠懇人必須要經過十年 十年 那我只是五年給你 已經很誘惑了 是這樣的一個態度 這樣的一個說辭 事實上是不是荒地 我們看原住民保留地 是我們祖先的土地 不是土地法所稱的荒地 我用行政院的文 來證明它不是荒地 行政院在96年 96年訂定了補辦 真花邊原住民保留地的實施計劃 這個實施計劃規定的還明確 原住民在77年2月1號以前 已經在使用了的土地 現在還繼續使用的公有土地 被申請正編為原住民保留地 從77年到現在已經超過28年了 77年就使用 然後現在還繼續使用 使用了28年以上 以上 當然是不是荒地 當然不是荒地 所以這樣的理由非常牽強 但是我們無可奈何 這個山坡地法律利用條例37條 就原住民族而言 第一個它是不平等的法律 第二它是違反憲法第15條 人民的財產權應以保障 也違反憲法徵修條文 對原住民族的土地應以保障 這樣的一個規定 有沒有違憲質疑 蔡法官 我想質疑而已 因為不讓你實質地回答 我想就是說 如果有具體的一個個案 我想就是說 透過行政院或者立法院 申請大法官解釋 有困難 那麼就是說 透過法院的確定裁判 受到敗訴可以來申請 那因為委員提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個部分 如果哪天有這樣的法解釋 希望你好好的協助 一定一定 好 我們看研基法 研基法 這個公布施行到現在已經11年了 相關的法律都沒有修正 修正的法律很多 譬如說森林法第15條的第四項 跟研基法第19條的規定不一樣 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1條之一 跟研基法第19條的規定也不同 那國家公園法第13條的第二款 跟聯足民族基本法第19條 也有一些相衝突的地方 漁業法還有這個跟研基法也是一樣 礦業法跟研基法第19條也是一樣 我們看這個土地法 我們詳細討論這個土地法 其中之一個 土地法第14條 我們直接翻到這個土地法第14條條文 土地法第14條條文 所謂土地不得為私有 第一個 海岸一定限度內置土地 第二個 天然形成的湖泊 包括沿岸一定限度內 第三款 可通用之水道 當然可通用之水道 我們不會種植東西 也無法種植 最主要是沿岸一定限度內之土地 我們原住民族靠河靠海 這很多 靠河靠海 我們的土地都是靠河靠海 被化為不得私有 我們看土地法施行法第五條 土地法施行法第五條 對於第14條第一款到第四款 所謂的一定限度 他說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會同水利主管機關 劃定之 他就講由他們兩個機關來 共同劃定 如何劃定 沒有規定 法務部 我先講 內政部 我這邊沒有訪 內政部都用什麼 都用一個劃定原則 原則是什麼 是不是法律 三法官 劃定原則 原則是不是法律 不是 也不是法規命令 劃定原則是一個行政規則 對於這個行政規則 竟然法務部 都有這樣的一個解釋 在93年的一個解釋 不得私有範圍劃定行為的性質 該一定限度以行政法規補充 這句話還可以 但是下面那一張 你看 不得私有這個部分 他認為說 這個劃定行為 已解為 既有法規命令的性質 劃定行為怎麼可以稱為 既有法規命令的性質 所以這個都有問題 我們看這個實際的案例 看這個照片 這個是在台11縣東海岸 漢人的土地 靠近海邊 有沒有看到海邊 靠近海邊 是可以私有的 我們原住民的部落 下一張你看 原住民的部落 靠近山邊 靠近山邊 卻不得私有 你說我們要怎麼去申請私縣 現在都被劃為國有土地 因為不得私有 被劃為國有土地 這是我們祖先 居住幾百年幾千年來的土地 這五更多的 於是 那些人 要不得私有 那些人 不得私有 那些人 當然我們原料部落是比較集中 我們整個部落變化我 好 謝謝政委員 謝謝蔡北提評人 報告全院委員會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進行詢問 現在休息 請問請問 請問我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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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只是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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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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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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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可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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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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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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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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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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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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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